這個地方我會講慢一點 因為這個地方有一些題目是需要利用棋盤方格法的 我們看第一題 桃子的果實表面光滑是顯性的 在這邊做題目你最好把這些重點畫起來 現在顯性是光滑的把它框起來框一起 光滑是顯性 那表面有毛的是隱性 有毛是隱性把它框起來 現在你知道隱性是有毛的 顯性是光滑的 他說這些等位基金所決定的 那將純種有毛的桃子 純種有毛的本身是怎樣隱性的 那這邊你可以自己假設 基本上我們假設這個英文字母 最好是兩個有比較大差異的 例如說大A跟小A長得不太一樣 大R小R長得不太一樣 這種是比較好的 你不要用X X呢 大寫的X跟小寫的X長得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大小而已 所以就容易寫錯 所以這種你假設英文字母大小寫的時候 你一定要找對 例如說A啊B啊都可以 C就不好 C就不好 長得太像了就不好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這邊 將純種有毛的桃子 我用小R來表示好了 隱性的小R小R 跟純種光滑桃子的花粉 那就大R大 因為是顯性的 要問瓷蕊受粉之後的種子發育的果實應該是如何 好那這裡呢我先把它 呃 加入 加入圖片好了 欸對不起 我給它加入 一個新的 頭影片 空白頭影片 來做這個題目 那 用表格比較快 不用再畫其他格子的 所以這邊光滑的呢 是大R 大R 那如果是 呃 有毛的是小R 小R 因為它是純種的嘛 就是純品系的意思 那這個配出來呢 是大R小R 這個呢 大R小R 這個呢 大R小R 這個呢 大R小R 所以我們發現怎樣 它生出來的 全部都是怎樣 都是光滅的 都是光滅的 所以我們回到剛剛這個地方 去認為光滅桃子答案選是A OK齁 好那光滅 毛滅都有 就錯了 全部都是光滅的 其他下面都不用看了 那我們來看第三題 關於這邊呢 當然這邊有答案了 假設某種植物具有高精跟矮精這兩種特徵 但不知道如何決定特徵的吸引性 那下一例的何種實驗結果 可以判斷出兩種特徵的吸引性 好來 我先來講一下齁 你如果要判斷高精跟矮精 誰是顯性 誰是隱性 怎麼辦 就是把純種的高精跟純種矮精 兩個去交配就可以了 交配出來呢 就會知道說 第一次帶出來什麼 樣子 它就是哪個是顯性的 因為純種高精跟純種矮精的 去交配之後 只有顯性的可以判斷出來 OK 我們看有沒有這個選項 答案我們看到是C 對答案選是C 沒有錯 OK 那如果單純用純種高精 只會讓它自行受粉 沒有 它就全部都是高精的 對不對 用矮精的自行受粉 全部都是矮精的 沒有什麼好分辨的 所以用兩個去怎樣去受粉 這樣就知道出來的那一個紙袋 就用剛剛上面這個土是一樣的 出來都會這樣子 就表示什麼樣 如果高精的 假設啦 高精的 全部狀態都高精的 那表示怎樣 高精不是顯性嗎 OK 好 來接著看 一對白狗 第一胎生出一隻黑狗 根據這個事實問號正確來 先看這個題目 一對白狗 兩隻都是白色的 生出來是黑色的 先判斷 那到底白色是顯性 還是黑色是顯性 或者是黑色是隱性 還是白色狗是隱性 請問一下 如果白色的是隱性的 隱性跟隱性生出來 可以生得出顯性嗎 沒有辦法 對不對 如果兩隻白狗 一對白狗都是隱性的 隱性跟隱性生出來 不會生出顯性的 所以兩隻白色的是顯性的 黑色的是隱性的 對吧 OK A 決定特徵的白色是隱性錯 是顯性 把它改一下 因為隱性跟隱性生不出顯性的 所以白色的一定是顯性的 你改成顯性 不如像第一胎的黑狗 必定帶有白色的等位金 並沒有 為什麼 因為黑狗是隱性的 隱性的話 兩個都是隱性的才會顯示出來 一點白色等位金都沒有帶到 B是錯的 其實這邊白狗的第二胎也一定是黑狗 不一定 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 假設 我們回來這邊 假設 白色是大阿 那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白色是大阿 那黑色的金銀是小阿 所以它兩隻應該是這樣 好 一定是大阿小阿 配大阿小阿 白色的 大阿小阿 配白色的 所以這邊要改一下了 所以變成 變成這樣 這樣子 欸 對不起 OK 那這邊呢 大阿小阿沒有錯 這邊呢 小阿小阿 所以它生出來的機率呢 只有四分之一 只有四分之一 只有四分之一的機會是黑狗 白狗 有三 四分之三的機會 黑狗只有四分之一 OK 所以回到這個地方 所以第一胎 黑狗 剛剛講的 新 這對白狗的第二胎 沒有不一定 這對白狗一定帶有黑色等位基因 對 沒有錯 最後這邊 這兩隻白狗都有帶 黑色等位基因在這邊 這兩隻白狗都有帶 黑色等位基因在這邊 黑色等位基因在這邊 OK 所以當然選的是豬 好 如果 不是很清楚再回去看 剛剛的圖 好了 第四題 若果銀正常刺叫做顯性 以大T來表示 短刺是隱性的 與小T來表示 他將基因組合是大T小T 跟小T小T的兩隻正常刺果銀 用手術方式 將刺剪成短刺 兩者交配後 若無突變發生 不可算此代出現短刺機會為何 請問一下 他把外表 翅膀剪斷 跟他的基因有沒有關係 沒有嘛對不對 因為呢 就算剪斷的 金子卵子裡面有沒有被剪斷 並沒有 所以大T小T配大T大T出來的 齒代出現短刺機會有多少 短刺是隱性 要兩個才可以 所以他提供他可以 但他怎麼提供是大T 所以是0 他選是A 根本就不會有出現短刺的機會 OK齁 這兩個取一個 只有取他是隱性的 這兩個都怎麼樣取 就是大T嗎 大T跟小T 一樣都是大T的 都是長刺的 都長刺的 第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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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有點難 囤屬毛色的遺傳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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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是顯性的 太好了 把他畫起來 黑色是顯性的 那這一第一台聲音 四隻老鼠清醒 紙袋F1出戰部分增加的時候 問黑毛 囤屬屬散人的百分比會 下一個哪個缺陷 這清代黑毛配黑毛 我們竟然出現怎樣 出現白毛的 而且還不只一隻 有三隻 黑毛一隻 所以你從紙袋這邊看 我跟你講齁 這東西是不準的齁 因為它真的少嘛 就跟我們上課的時候 做實驗一樣 你那一組可能做實驗 總理結果不是很像 因為呢 我們這個取樣數很少 所以大家會想說怎麼樣 如果不斷生 這兩隻一天不斷生 最後的結果會接近什麼地方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什麼 用這個 黑毛的去算 這兩個為什麼會產生白毛的 白毛是隱性的 所以假設黑毛 題目可能說黑毛是顯性 所以白毛就是隱性 所以我用大耳小耳來看齁 這就是大耳小耳配上大耳小耳 所以我們配出來的結果呢 不要忘記 剛剛這邊還有 還沒有插掉 大耳小耳配大耳小耳的結果 有四分之三 是顯性 四分之一是隱性 所以呢 黑色跟白色比一 將會是三比一 將會是三比一 所以最後結果會接近三比一 黑毛會是75% 白毛是25% 所以這邊呢 他最後的結果 慢慢慢慢 黑毛屯屬 四分之三 會接近75%才對 答案跟懸疑 四分之三 75% 會接近75% OK 第六題 某個中間要開闢一個花圃 呈現夢多的豌豆實驗的理論數值 老師把花圃分成三塊 如圖所示 第一排中的45株白花 第二排 九十 紫 沒有 白 第三排 第三排 哪個猜怎麼種 那 就種 全部都紫色好了 九十 豬白色豌豆 對不對 理論數值要分三塊 對 那這樣的話 就全部都種 種紫花 要想一下 他的理論數值是什麼 豌豆實驗的理論數值是什麼 豌豆實驗的理論數值是什麼 第一代 是大耳大耳配小耳小耳 所以全部都是大耳小耳 對不對 然後呢 第一代再去做 OK 所以這應該是第一子代的吧 這是第一子代的 第一子代全部都是 紫花的啊 對 然後呢 大耳小耳配上大耳小耳之後呢 才會有 叫做 剛剛我們看 往前看好了 大耳小耳配大耳小耳之後才會有 呃 3比1的狀況發生 3比1的狀況發生 就是 這邊 呃 3比1 所以我們這邊是要用3比1 齁 是不是3比1 因為這個是 它是最實驗嘛 所以一半 這個應該是第一子代 純品系嘛 純品系 這邊一半 顯性一半 隱性 第一人生出來原樣 第一子代全部都是顯性的嘛 所以用它大耳小耳去配 然後配出來這應該是 顯性原訊是3比1 所以我們看3比1的有沒有 有 答案選出 應該是這才對啊 OK 好 這個題目喔 要去思考一下 因為它是用夢多爾 豌豆實驗的理論數值 所以我們要去想 第一個它做的實驗是什麼 純品系的 紫花 跟純品系的 白花 然後 加配出來全部都是 顯性的是 紫花 對不對 然後第三次就是 用大耳小耳配大耳小耳 所以呢 顯兵銀會是3比1 3比1 所以才會是60株紫 20株白 第七題目 它觀察某一高筋豌豆 植株製花獸粉之後呢 產生子代中 有的是高筋 有的是海精 所以你認為這一高筋的豌豆 植株是否是純品系 當然不是純品系嘛 如果是純品系出來 製花獸粉 一定全部都是高的嘛 高筋的就是純品系 全部都是高的 所以絕對不是純品系 整A B畫掉 遺傳因此 依然是如果表示 因為有高有矮 所以應該是大T小T 有小T 才會產生什麼樣 隱性的基因出來嘛 所以答案選擇是豬 來第八題 如果肌肉上的 肌肉細胞內 控制耳垂位置兩個等位基因 應該位置合出來 看到等位基因 等位基因 等位基因本是怎樣 是在對染色體的相同位置上 答案選擇是C 同一對染色體的相同位置上 答案選擇是C 第九題 同種生物的不同個體之間 因為遺傳差異 使性狀表現不同 效應哪一種變化具有遺傳差異 效應哪一種變化具有遺傳差異 同種生物之間不同個體 同一種生物之間不同個體 同半生物之間不同個體 同半生物之間不同個體 答案選選C 然後同一種生物之間變蝴蝶 所以它沒有不同個體 這個都沒有不同個體 A B 豬都沒有不同個體 就只有C 答案選C 我們看第十題 耳垢是隱性等位基因A所控制的 那有一對夫妻都是屍耳垢 獨子是乾耳垢 問先生等位基因組合施下列合者 那我們上課有提到 乾性的耳垢是屬於隱性的基因嗎 所以這邊就講小A所控制 那所以夫妻都是屍耳垢 表示呢 呃 他們都是大A 小A 因為獨生只是乾耳垢 所以兩個夫妻都是大A小A的 所以答案選人是B 來第11題 女性的血型是AB型 問此位女性結婚之後 絕對不會生出哪一種血型的子女 AB型呢 在解數分裂之後分出去 會有IA跟IB 所以他不會生出哪一種 別人一定不會有O型 因為O型的話是 負跟母這邊都要提供一個小I 那他沒有小I可以提供嘛 所以答案不會是AO型的 12題 這是某學生關閉到性染色體 那問他有正確 這個兩個子長一樣的 是XX嘛 所以是女性 那他說這就是女性的軟細胞不對 軟細胞只有單套 所以A化掉 男性化掉 女性的體細胞 答案選C 13題 答案不是B就是豬 那我們看一下 二十二顏色體 一對又三下對的類 我把它畫掉 所以答案選的是豬 都是條的 因為軟細胞是單套 所以答案選出 14.05 如果遺傳性狀有如大H 是顯性跟小H 隱性 兩個去決定的 如果小明不具有此遺傳性狀 那小明的父母親都有 那表示呢 你認為這個子性狀是大H還是小H 所決定的 嗯 顯性的 跟隱性的部分 如果是顯性的部分都會有嘛 那小明沒有 但是數母親都有 所以表示小明一定是隱性的啦 所以這個地方是由誰所決定的 應該是大H所決定的 小明精型應該是小H小H ok 因為他是隱性的嘛 ok 15題 結婚之後 人沒有指示 然後檢查中怎樣 嗯 精子是性染色體 形式的維吾 數目應該是多少 那精子也是單套染色體 喔 單套染色體 所以他說兩一個精子 之後均含有Y 沒有 應該是一半A 一半Y吧 一個精子有X 一個精子有Y 這個大概全是C ok 以上是這次斷口的範圍啦 D D